我们要讲的是对维泽这个卦 是在107页 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个卦 有问题的话各位可以在后面提出发问 对维泽对啊 对卦在《易经》里面它代表的是喜悦 所以说这个卦这个讲 它的卦词讲说对 代表的喜悦和乐欢与两千相悦上下相合 上下相合也代表了双方啊 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合跃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当然它的结果一定是亨通的 所以说对亨通 亨就是亨通 也就是在卦谱的时候 你问的这件事情去进行当时亨通的 亨通就是顺利成功的意思 就是急的意思 不过它有一个条件 它是说力争 它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必须啊 你这个喜悦呢 必须要合乎正道 就像是我们人人世之间 有些人啊 他是表面上很高兴 在那边笑得很和善 其实他心里啊 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假笑 心中和他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这种就是不合乎正道的 不合乎正道就不能够得到亨通 所以说这个力争是他的先决条件 必须要 合乎正道 这个卦呢 它上下两体啊 上体下体都是对 它都是意应在二阳之上 有喜见于外之相 你说你这个怎么看得出来 它是喜见于外 我们等一会啊 会讲 孔子的断转 断词 各位可能会想说是 前面那些卦你都没有讲断 你这次为什么讲断呢 断转呢 因为这个卦词太少 几下子讲完了 就时间上可能没办法达到一个钟头 只要卦词少的 我都会附带讲断 维持它一个钟头的上课时间 只要上下相和月 也就是双方和月 团结一次 如果是意见不一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不高兴 不会两个多高兴 两个多高兴就是 它的意见是一致的 没有对立 当然是会团结啊 团结在一起 两亲相悦 大家都是和气欢喜啊 这种状况之下 做什么事情一定会成功啊 当然它的结果是亨通的 但是它对挂这个喜悦啊 必须要发自于内心的喜悦 不是那种甜言蜜语啊 邪奸惨媚的讨好他人 这种人啊 在人世上也经常常有啊 尤其是在下位者 为了要巴结上位者 上位者说什么 你都说对 你在那拍马屁 这种的话 也是不对的 如果你求悦之心 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 那就不合乎正道啊 不能寻正道而为 当然就不能够亨通啊 不但不能亨通 还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说这个挂词呢 我们引申为就是说 人心充满了喜悦 行事自然就会亨通极力 但是这个喜悦不是没有节度的 避免这个相悦流于不振 例如得意忘形啊 贪婪之喜啊 或者过于相怨 流于惨媚 为了一己之私 而求的这种喜悦啊 不但不能够亨通 反而会有一些悔令的情形发生 什么叫悔令啊 悔就是后悔 令就是遗憾 不好 令是还没有达到凶啊 但是如果不改的话 就会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会变成凶 我们看这个孔子这个团 他团他讲说 刚中而柔外 什么叫刚中而柔外 上下挂这两个对挂 上下都是杨摇在中间的 刚中 上下挂都是阴摇在外面 柔外 他代表他从 这个团啊 他一开始就是说 解释这个挂词 解释挂词 从挂项里面 可以看出他的挂词的意思 这个挂呢 都是杨摇在中间 刚中 阴摇在外面 在最上面 在上下挂的最上面 就是柔外 刚中而柔外 悦以立真 指的就是说 每个人啊 如果他是内心诚实 而不虚伪 刚中 阳摇就是实嘛 阴摇是虚啊 阳摇是实 也就是说 内心诚实 而不虚伪 柔外呢 也就是说 对外处事应对啊 用的是柔和谦逊 而不粗暴的 那种态度 如果你刚中 如果你内心很诚实 很实在 诚实 不虚伪 以这种态度 以这种 内在的诚心 去用 柔和的态度 喜悦的态度 去跟人应对话 还有哪一件事 我是没声音 没声音啊 没声音多久了 没声音多久了 30 那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 如果内心都很诚实 很诚实的态度 以柔和谦逊的态度 去跟人相对应处的话 这个 这个老色会跳出来 好 用这种方法态度 去跟人应对的话 还有什么事情 不会成功呢 当然就会 很顺利进行啊 大家就能够合约相处啊 所以说 亨通是必然的 这种事 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也就是说 用这种方法和态度啊 去处理应对 与人相交际的话 这是 合乎正道啊 合乎正道就是顺乎天啊 应乎人 大家都能够接受 而且大家都能够喜欢的 这就是应乎人了 也就是说 顺乎天而应乎人 孔子又说了 月以 先民 民忘其劳 月以泛难 民忘其始 月之大 民怨一哉 他这句话 讲些什么呢 他是讲的 就是说 在上位者 你领导统御的时候啊 如果能够 平常的时候 如果能够让部署啊 非常的愉快 例如啊 跟部署同甘共苦啊 呃 大家一起 同样一种待遇之下 去进行 进行事情的话 不要有阶级之分啊 高高在上啊 不要有这种情形 那部署的话 他认为你身身处高位 结果呢 能够签下 能跟我们同甘共苦 他一定很高兴啊 如果能够让部署 很高兴在先 当部署 你需要部署出力的时候啊 部署当然会为你效力啊 他不会忘记他的辛劳 当你需要他冒险犯难的时候 他也会忘记他的身世啊 为你卖命啊 所以说 古时候有一个武器啊 是一个大将 他很会领导统御 当有一个士兵啊 脚上掌窗的时候 他就 他巡视部队的时候 他用嘴巴去 把他龙吸出来 当部署就很感激啊 很感激 他的妈妈 这个士兵的妈妈 看到这种情形啊 就哭了 人家就问他 将军 以将军之尊 为你 为你儿子 用嘴巴 把龙吸出来 你应该很高兴 才对啊 你为什么要哭呢 他说啊 他这样做 我知道我又损失一个儿子啊 为什么 他的 我有很多的儿子 前面的儿子 他也是这样做 他的 所以说他儿子 为了要感激之心 心中存有感激之心 就不忘生死的 为国效命 所以说又战死啊 那这个儿子 他又会 忘了他的生死 而为国效命 他也会暂时 又损失一个儿子啊 这个无其他 就知道 怎么样能够 领导统育 你要先让部署 心存感激之心 喜悦之心 他就会为你 卖命了 领导者 如果能够 把这个月道啊 做好了 什么叫月道 喜悦 之道 这个道就是方法 也就是正确的处理 应对的方法 叫做这个道 月道 不管是签道也好 什么道 也就是说 你要用 用对方法 这个方法 道就是一种方法啊 把月道做好了 部署当 当然就互相劝勉 不要你在那边 再三的告诫 他们之间就会 互相的 欠勉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说月之道 非常伟大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 把这个对为者 这个挂的 道理记住了 你以后的 处理 人际关系的 处理应对啊 就能够 发挥到极致 我们看 这个挂的 像 大像 像他说 利则 对 君子以 朋友讲习 利则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复利 也就上话也是责 下话也是责 两者之间相互 复利 复利就是 互相的 依靠 或者是 互相能够 相互征徽 互相帮忙的意思 复利 有彼此 尽润之意的意思 也就是 相得益章的意思 君子观此相 君子观此相 我们就 引用在 人世之间 也就是在 朋友之间 相互 讲习方面 如果你用 这种方法 会能够 达到 更大的效益 例如 他这个 讲习 什么叫讲习啊 讲在先 习在后 因为我们 要求学问啊 你不可能 一开始就懂 一定要有人 给你做一个 讲解 讲解以后 你不一定 还是很懂 你必须要在 不断的 温习 复习 讲其 为名者 习其 为首者 互相的 彼此切磋 学习 因为我们 学习一个 学习一个 学问啊 要了解 一个学问啊 光靠你 一个人 自己在那边 闷的头 在那边 研究 还不如 有朋友 互相 还不 还不如 朋友之间啊 互相的 在那边 演习 因为朋友 相互讲习啊 他能够 利用 问与答 脑力激荡的方式 让你能够 增加记忆 能够 更能够了解 这个学问里面的 更一生一成的意义 所以说 朋友相互讲习 比读学 无有者 或者 孤陋寡玩者 要好很多 读学无有 就一个人在那边 闷的头 在那边学习啊 他的进展的 学习进度啊 一定不 不如 两个人 一定不如 两个人以上的 在那边学习 所以说就是 就像是 两个折 对挂 相互之间的 复利 相得益彰 两个人互相学习 两个人都 进步神述 一个人在那边 自我那边 研究学习 他的进 进步的程度 是有限的 所以说 孔子 有一句话说 朋友自远方来 不予悦乎啊 学而实习 实习之 不予 不予悦乎啊 呃 朋友自远方来 不予乐乎 学而实习之 不予悦乎啊 他的道理是这样子 就是说 在那边学 在不断地 在那边复习 跟朋友之间的 相互讲习 但很高兴啊 心理上非常高兴 因为有进步 当然会高兴啊 这个挂义啊 挂义 讲的是 人与人之间 以越来相处 或形式 有许多不同的状况 因为 人一上百啊 就有很多种 不同的状况 不会是 完全是一样的 有的人 这个 人世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相处呢 有的人是 处于失念 失欲 有的人是 诚心诚意 各个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说 这个挂里面 对维哲 这个挂里面 竟然讲的是喜悦 他分了很多种 不同的喜悦 的方式 状况 各种不同的状况 有不同的结果 他要讲的是这个 所以说 各有利弊 你选择错误的方法 当然是 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照常理来判断的话 以合约的态度 与人相处 这一定 他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嘛 这 毋庸置疑的 大家都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所以说 合约可以 自 哼 也就是说 可以达到哼哼的效果 不过他有他的先决条件 必须要 刚中而柔外 刚中而柔外 这两个 都不可以 缺少一个 你内心不诚实 没有诚意 也不行 你外面 这个表现得很和善 也没有用 如果你 内心很 很有诚意 但是外面 死板板的 也没 没办法达成 他的效果 与人际关系的效果 所以说 这两个 都要同时并存的 不可以 缺少一个的 只要内心诚实 不虚伪 以柔和 谦顺 谦顺的态度 去行事的话 或者是 行事就是 去做事情 或者是 与人交往 就是 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怎么样应对 当然是可以 制哼的 也就是说 会顺利的 如果是 以残媚的 邪道方式 去取悦他人 或者是 行事 当然就 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为 内心不正 内心不正 出于邪念的话 不合物正道的话 就算是 瞒过一时 也不能够 瞒过一世 中论 在这个中论里面 我们讲在 对的这个时代 也就是处于 谱话说 你谱到这个 对微者的 这种状况之下 代表就是说 你现在问的 这个问题 是处于 这种状况之下 大的状况 想要获得吉祥 想要获得顺利 想要获得成功 你必须要 以刚中柔外的 方式 去处理应对 这刚中柔外 是缺一不可的 引用在人世上面 什么叫 引用在人世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用在 日常生活上面 跟人接触上面 就会有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 我内心一定要 刚见度时 诚实不期 其实就是讲一个 成正 内在要成正 外在呢 你必须要 待人要 待人接物 要和月柔顺 和月柔顺的话 这个就是 以 带着笑脸 以口气 不要那么 刚硬 这种方式的话 不用说 任何人都喜欢的 如果有人是用 相反的方式 跟你 讲话的话 你当然都心里会不舒服 既然不舒服的话 当然这个事情 就不会成立 不会成功 不容易成功 如果他有求于你的话 当然你不会同意 这个六个谣呢 对卦 对卫泽这个卦里面 六个谣 讲的是 处于喜悦的时代之中 但是由于他 六个谣都处于不同的时空 因为谣位不同 他时空也不同 大的时空是喜悦的时空 但是里面有小的状况 小的状况 还有不同的状况 细的状况 所以会有不同的际遇 六谣里面 凡是羊谣 他的谣齿都是好的 都是急 阴谣呢 他的谣齿都是不好的 都是凶 为什么呢 因为刚中有节 刚就代表他是时 成 有节就是做什么事情 他知道该怎么做 阴柔无度 也就是说 阴谣代表小人 代表的是他 做什么事情 他没有一个节度 所以说容易 预约的范围 范畴 预约的分寸 当然所以他的 谣齿就会变不好 阳谣虽然急 但是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异 因为每个谣位都不同 他旁边的 他旁边的是阴谣 不是阴谣啊 都有关系 如果阳谣 他虽然是好 但是他旁边有阴谣 就这样就像是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但是旁边是有个小人 一直跟你在一起 那边讲一些甜言蜜语 引用你的话 你有时候也会受骗了 也会吃亏上当 所以说阴谣呢 他也有不同程度的好坏啊 初谣呢 初九谣 他心无偏失 因为他没有跟阴谣啊 相应也没有相邻 相比 所以说他的谣词是好的啊 二谣呢 因为跟三谣相比 而且是逆比 逆比的话 逆比就是说阴谣在上 当然对这个阳谣就是不利啊 虽然急 但是也也是 也有悔恨消除的这种现象 九世谣呢 他是在 六三谣啊 六三谣 跟六三谣相比啊 他 也是不是很好 但是呢 虽然不灵 但是他也可以借急游戏 最后还是好 但是一定会造成他心灵上的 不得安宁啊 九五谣呢 他又跟三六谣呢 亲比啊 逆比啊 就是非常亲近的比 但是是逆比 不是亲比啊 逆比的话 指的就是 会对九五谣不好的 不利的 因为阴谣在上面 所以说他的状况 他的谣词啊 是很不好的 在九五 在九五一经里面的九五谣啊 通常都是好的谣词 但是说他不好的呢 也很少见 这里面就 就有一个这种情形 九五谣的谣词 并不是很好 阴谣都是不好 阴谣接凶 他的谣词 六三谣呢 来对 什么叫来对啊 也就是说 不请自来 厚的脸皮的 摆的笑脸 厚的脸皮 去求人家的 这种的叫做来对 你这个喜悦 是不请自来的 就像是 有人想要求你啊 他想要求你的话 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或者没有 没叫他来 他就来自动的 向你来说 是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有求于你的 这个你一眼 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到底你要不要接受呢 是另外一回事啊 是你一眼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喜悦 他是公开的引诱的 他别人一眼 就可以察觉 他的企图是什么的 上六谣 因为我们这个话里面 只有两个阴谣 上六谣 他是阴谣 他呢 叫做引对 他是引诱你犯罪的 他是主动的 不是主动 那个六三谣是主动的 上六谣是静态的 他是隐秘他的 他的企图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的企图 其实他在引诱你 上六谣呢 就像是 他想要达到他的目的 为了追求他的目的 而来引诱你 引诱你呢 他是就像是 就像是有如 包的糖因的毒药 看你会不会吃亏上当 这种呢 是很容易让你 要吃亏上当的 因为他的企图是隐藏的 跟六三谣比起来的话 六三谣是 他主动来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企图 上六谣呢 他是静态的 他引诱你去犯罪的 你不了解他的企图的 很容易受骗的 很容易受骗的 上六谣他没有讲吉凶啊 也就站在上六 他能不能够引诱九五呢 上当呢 完全看九五 他的定力如何 如果九五定力不够的话 就持亏上当了 他就得利了 如果九五不受他的引诱的话 他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啊 所以说吉凶未定 完全看九五能不能够 发掘他的企图 九五到底会不会持亏上当 耳定啊 上六谣是一挂之主 因为他在对挂之急啊 他扶赢取悦的手段呢 是非常的高超 他的危险性不是 不只是以阴波一样啊 更重要的是 他的心思非常缜密 能够让人家防不胜防 他才媚手段 他以才媚手段引诱他人 自动上高啊 来达成他的心中所愿 他这个是讲的是 人世之间也常常有这种情形啊 就像金光党 他为了要得到你钱财 他用你的贪婪之心 来欺骗 来引诱你 来坠入他的陷阱 有的人不一定会受社会上当 但是有的人 他就会一时的不察 而上了他的大当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对位者的初九谣 四十九千 他的谣词 他的谣词初九谣 他讲的是核对 什么叫核对啊 核就是 和睦相处 核对就是指的 大家都和睦相处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 因为为什么他的谣词要这样写 因为这个初九谣 上面又没有跟别人印 没有跟阴谣印 尚无阴谣可以相印 他旁边又没有阴谣相比 也就是他心中没有失念 没有特别的企图 没有任何的 说是想要干什么 他唯一的就是大家想要 想要跟大家和睦相处而已 他的目的非常的单纯 大家高高兴兴和睦相处 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他没有别的企图 也就是说没有别的企图 也可以说是 他只是想与人为善 没有其他意图 他动机非常的单纯 所以说隐身呢 我就这样讲 他说因为他的最初遥嘛 最下嘛 下就代表了位阶表弟啊 社会地位比较低 没有要好的知心朋友 他也不交金自满 他只要他目的很单纯 只想跟大家和睦相处 如果有这种人的话 你不会去怀疑他 不会怀疑他的行为啊 你不会去 不会去猜测 他到底有什么动机 不会 所以说像这种情形的话 他的谣词当然是急啊 孔子呢 在小巷里面 他特别讲 他说核对自己行为一页 我上面写行 行为 把改为行为 为就是没有的意思 未来的为 他打错了 行为一页 也就是说 因为他无系无印 初遥跟上挂无系无印 所以在行为上不会引起他人的猜忌怀疑 也就是说你行为非常的单纯 动机非常单纯 行为就表现出来 不会让人家有猜忌怀疑的这种念头 这是初遥 他告诉你的意思 那我们看这个中华 中华是迅为风 迅为风 初遥他讲的是进退 力无人之争 他还告诉你什么 是进是退 在那边犹豫不决 因为你心中没有一定的方向 你不能够确定 就是信心不够啊 碰到什么事情就在那边犹豫不决 进退两难 莫灵两可 这种人也很多啊 他地位也很低啊 知识程度大概也差 也就是说这方面他并不是很了解 进退指的就是进退不决的意思 立五人之争 五人呢 五人讲的是军人 他在这里面取的是 军人都是刚决 比较果断的个性 不会再扭扭捏捏的 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 他都是通常都是军人的个性 是比较 比较刚强 果决的 立五人之争指的是就是说 有利于如果你能够像军人一样 有这个刚决武断的 果断的这个意志的话 或者精神的话 对你是这个事情就是有利 否则的话就不利 例如就是像现在 犹豫不决 进退不定 他要特别讲这个谣词 这个谣词会特别出现 就是因为你你的这件事情 你问的这件事情 就有这种情形 在那边徘徊不定 犹豫不决 难以下定心中的决心 这种事情如果是在人世之间常常有出现 任何一件事情都在那边犹豫不决的话 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做对做错 他根本也不知道他的方向应该要朝向 哪一个方向走才对 所以说有这种情形 刑事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是一个缺点 所以说他要立五人之争 在一经里面 他规劝你要往这方面去调整改变 才对你这个所问的这件事情是有利的 我们看这个护卦 护卦讲烽火家人 烽火家人 我们这个卦 我们这个牵丝 他为什么有一个主卦 主卦讲的就是说 何对 就是说你和睦相处 你如果你能够抱持了和睦相处的 这种单纯动机的话 就是好 他也讲的说 你这件事情还有其他几个因素 会左右他成败的 是哪几个呢 就像是 宗卦迅为风 他所讲的就是说 你太犹豫不决的 形势缺乏果断 所以说他才会出现这个咬尺 这个挂 这个咬尺 特别警告你 你现在这件事情 你这一方面做得很差 对事情是不利的 不止这一方面 还有啊 还有一个烽火家人 他的咬尺 所告诉你的主旨 就是你这件事情 成败的一个关键之一 什么呢 他是说烽火家人 烽火家人 当我们谈到这烽火家人 这个挂时候 他会把 一个家庭要怎么样 让他能够富强 富裕 安康的话 有些要必须要做到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初遥 讲的就是说 闲有家 鬼魂可以消除 什么叫闲呢 闲就是防范 一个家庭啊 成员就是父母兄 父母和子女嘛 父母亲要教育子女 不管是谁啊 也就是说 当他行为还没有改变之前 变坏之前啊 你先能够做一个预防的动作 准备 这样就好 如果说是等到他行为思想 已经改变的时候 你再去防止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事情在很微小 或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去做一个预防准备 这样子就能够遏止 否则事情越大 越难够防范 或者去遏止他 这个事情 不单是在家庭里面会有 人世之间任何一个事情 事情刚开始 酝酿发展的时候 坏的事情啊 弊端的话 最容易能够防范阻止的 越是到大的话 越难够阻止防范 因为很难转变 同样人的个性也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 家庭教育 从小就要教起 就要教好 如果你从小没教好 长大以后 他成年了 超过二十岁的时候 他个性已经定型了 你再叫他 要有所改变 很难 因为你从小都 放纵他嘛 你现在在约束他 他认为你对他不好 如果你从小就把他约束 比较紧一点 他就会寻正途发展 到后面你发现他 小孩都已经能够自己 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你去放松 他会觉得 你对他很好 因为任何一个人啊 一定要先紧 后面松 他会感激你 如果你先松后紧的话 他会怨恨你 不管是家庭也好 或是任何一个团体也好 这个是人的个性 人的通病 人通常有这种 这种认知或观点 或这种 这种态势啊 是一定的 所以说这个后卦 问题的真解就是说 事情要在还没有开始 运还没有发生 或者刚开始发生 还没有变坏的时候 你就开始 防患未然 这个时候 会恨 就可以消除 不然的话 到后面一定会有一些 混恨的情形发生 这个错卦呢 更为生 他讲更起止 无就利用真 更就是止啊 就是停止的意思 更就是止 他说更起止 因为我们 更卦 在初遥呢 我们人有所行动的时候 要动之前啊 脚趾先动 你脚还没有挪 挪步 还没有开始往前跨一步 你的脚趾头就已经先动了 你只是说 我总不知道 我下次注意一下 他一定是脚趾头先动 脚才会动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任何一件事情啊 一开始的时候 不好 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去做 他的更为生 初六遥啊 他讲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更挂是代表止的意思 更挂代表止 他也不是什么都止 叫你什么都不做 其实他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止于止 还有止于行 也就是说 好 我这个上面他讲 就是说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好事 你就一开始要做 而且不是说 只刚开始要做啊 要一直做到最后 永久的做下去 叫做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就是说 坏事的时候啊 不可以做 也不是说 一开始你不做 我以后再做 也不是 你一开始不做 就永久不要去做 所以说 这个更挂 有这两种意思 你就要看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四十九千呢 四十九千讲的是说 成成阿染 成成阿染代表的是 染染了非常严重的病 而且激久难遇的这种病 阿就是疾病了 成成就是满重的 满严重 激久难遇的这个病 A就是疾病 染就是染了病嘛 他说你 得了重病 那这个重病 他不是指的是 生理上的疾病 他讲的是心理上的疾病 心 他说不见天心 在我们这个书上 在我们这边来讲 就是说 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 你也就是不见 你的目标 或者说 你心中的产生迷惑 而造成你啊 你不了解 什么样才是正确的 不见天心嘛 其实这个天心呢 天地之心 他本来的意思 指的就是说 不会因为人为意志 而改变的那些自然规律 这就是天心了 其实就是正道 其实就是讲的自然的规律 自然有他自然界的规律 任何一个自然界的 他什么样运行或发展 他有他的规律 人事上也有他的规律啊 人事上的规律是什么 就是正道 正道呢 也就是说 你这件事情啊 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找不到正道 这个正道就是指的天心 天心就指你心理上面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倒应该怎么做才对 其实他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这个不见天心 是指这个意思 是心理上的认知错误 模糊 你好 我德国你放学徐先生或陈先生 雷门一阵 雷门一阵啊 他有当头放贺的意思 他也有雷门 雷啊 有代表天天的意思 雷门一阵 有当头放贺 一语点破 的意思存在 也就是说 你不见天心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挂里面 有一个犹豫不决嘛 进退两难嘛 也就是说他没办法发现正确的方式 经过他人的 一语点破 或经过一番的开导 或者一语点破 你才能够顿时领悟出来 原来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雷门也有春天的意思 因为雷啊 他代表春天 如果是问时间的话 他有时间是在春天的季节 这个意思存在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他是讲的 在义里方面 他讲的就是 经过他人的 当头放贺以后 或者一语点破之后 你才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你不见天心嘛 因为他是前面 他讲成诚恶人 讲的是疾病 疾病的话 当然就是生病的人 一定懒懒散散的 他讲体健身轻 也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不一定讲你身体恢复健康 因为你不是问健康 也就是 如果你问这件事情的话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 经过他人那个点醒以后 你知道怎么做 正确的方式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了 体健身轻 就是恢复正常了 是这个意思 他在这个挂里面 他表达出来 你心理上 昏昧不明 认知上面 毫无主见 造成你这个真相不白 而且 而且这种情形 已经维持很久了 因为成诚恶然 经过他人 一语点破之后 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道理 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向 他还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其实你的目的呢 是很单纯的 你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如果你特别的要求 目的不单纯 当然也是不好的 因为他这核对急啊 那不是核对 当然就不急啊 当然这个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事先做一个防范啊 如果不防范 等到事情恶化 你就很难处理 有些事情呢 是该做的就要一直做下去 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下去啊 在这个错卦里面 就可以表达出来 这个49千的牵师啊 跟113千的牵师啊 只有第二句话不太一样 其实都一样了 其实这两个牵师的意思是一样 那你说意思是一样 是不是解释也是一样呢 也不是 它相对应的挂摇不一样 所以说解释就不一样 但是表达在外面的是一样 但是影响到它这个因素是不同的因素 所以说49千跟113千 虽然牵师相相同 雷同 但是解释的时候是 它的影响它成败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那个50千了 50千它说 踩马两匆忙 官路有定方 我们先看它的谣词 谣词它讲说 福对极啊 悔恨可以消除 福指的就是诚信啊 诚信 对当就是喜悦啊 也就是说 你心怀诚信 合悦的去对待他人 就能够吉祥 悔恨就可以消除 反之 它另外 反面 它没有讲出来 我们学易经 它讲的是阴阳 我们都要两面来推 它讲这一面 我另外一面 我都要推出来 这就是 你要掌握的要点 不然的话 不管是牵师也好 易经挂腰词也好 它都是要 它是 都是这个道理啊 我们都要掌握 阴阳的道理 它说 你只要诚信 以心怀诚信的合悦 对待跟与人相待的话 就能够获得吉祥 反之 就不能够获得吉祥 在这个里面 隐身啊 他说 你周遭的人物 因为他这个九二窑 跟六三窑 是逆比的关系 也就是代表的是 因为你 你说是谁是九二 占卜卜到这个牵师 就代表你现在的状况 你问的这件事情 就像是 站在九二窑的这个位置 你周遭呢 就有六三窑 阴柔的小人 甜言蜜语的小人 在跟你讲一些 好听的话 引诱你 那你到底会不会被引诱呢 那就看了 就看你啊 你能不能会不会被引诱 你周遭的 这个所以说 我在这个地方隐身呢 这个谣词 它告诉你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周遭的人啊 有人喜欢以惨媚奉承的话来取悦你 他说的话 其实 其实不是真实的 就都是夸大了 虚幅夸大的 是为了讨好你而说的 你不要被他引诱 而信以为真 他讲的话都是真的 免得受到欺骗 伤害而后悔 悔恨可以消除 因为这个谣词 悔恨可以消除 如果说是你受到欺骗的话 悔恨就会产生了 你不要为外亲所有 行事要以大家和睦相处 为主旨 就能够获得迹象 而悔恨可以消除 它代表就是说 它劝告你 有人在甜言蜜言 如果你太相信他 你就会持会上当 这个小象讲说 服对自己性自也 就是说 你只要心怀诚信的 跟以喜悦态度 跟人相处的话 就能获取 是为什么呢 因为诚信是出自于内心 他说信质也 以此为止就可以消除 悔恨 质和信 但行为都难免 难免会让人家怀疑 也就是说 你可能会 还是会受到人家的引诱 迅微风 迅微风他这个谣词 他这个讲的 非常出神入化 他说迅在床下 迅是代表入 迅虽然是风 但是他又代表入 因为风是无孔不入的 他说入在床下 迅在床下 迅又代表顺从的意思 他有几种方式去解释 一种就是说 你很顺从 趴在床下 表面非常顺从 但是你趴在床下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床底下 那些污垢啊 因为那个 因为我们一个房子里面啊 最脏的地方就是床底下 为什么 你平常打扫的时候 都是打扫床 看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吗 那个家序的里面的 尤其床底下 通常都是 有时候大清扫的时候 你才会清理这个床底下 你还可以找出钱来的 找出一些你失踪好久的东西来 也就是床底下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虽然你表面上很顺从 趴在床底下 但是呢 你 但是呢 你借了这个机会呢 你可以看到那些藏污纳垢的地方 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 其实他要告诉你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 你说你怎么知道 他又用史无分落 他讲啊 就好像 你就好像啊 经常 史无啊 史是什么 无是什么 史就是 呃 我们这个后面有解释啊 逊为风化 就是说 有一种是 有一种就是说 碰到不好的事情 我去找一个巫师来啊 去帮我去 呃 呃 就把那坏东西去除啊 让好 好事展过来 去除 去 去让辟邪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有时候我记不起来 逊为风 他就是 食物化 指的就是 掌 掌 普师的称为 史 史就是 詹普 普师是要来詹普 预测即凶的嘛 吾呢 是 祈祷 祈祷 事 这叫做 武 扶壤来消灾害 扶壤就是 除恶 祈福 求神 驱除灾害的祭祀 其实这两个就是 趋吉必凶的意思 用詹普 预测 我经常来预测一下 未来的结果是好是坏 我预先准备来做一个趋吉必凶的动作 其实我们这个詹普呢 也就是我事先做一个詹普 来看事情的结果好坏 我先来做一个 趋吉必凶的动作 我看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趋吉必凶的效果 他说 用史物焚弱 也就代表你啊 你能够发掘 深入问题的阴暗面 去了解真相 能够发掘其中隐藏的弊端 还有潜在的危机 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采取一些措置 达到趋吉必凶的这个目的 也代表是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我讲那么多 其实他用这几句话 如果你能够事先去做一个防范动作 事先去做一个推测的话 你急就会有 结果就会急 就不会有过错 代表的是说 你能够事先 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好 护挂了风火家人 他讲的是说 无忧税在中愧 增及 一个家庭呢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 爸爸他是对外 妈妈是对内 爸爸他管理的是教育的这一方面的事情 妈妈呢就是管理的是 他的职责就是 在厨房里面 中愧就是厨房啊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啊 妈妈还有一些就是怎么样让 把这个钱存起来的这些事情啊 他做的是这些 他这个呢 六二窑是一家之主 在女生里面 他是一家的重要的一个主妇啊 他阴阳 阳阳就代表父亲 阴阳代表母亲 母亲 他有两个阴阳 风火家人 有两个阴阳 代表的是 家庭主妇 他有两个重要的工作 有四个阳阳 代表一家之主 他有四个重要的工作啊 他这个 六二窑呢 就是说 你把你厨房 一家人的 饮食工作做好就好了 你不要预约到 其他的权责 也要侵犯到 父亲的权责 去管一些 不该你的权责 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这样做就不好 如果你能够 尽你的本分 不要 阅阻代跑 这样子就能够 获得吉祥 是不是又断了 有没有断啊 听得到吗 对啊 OK 现在OK了 好 他这个 后卦要告诉你 就是说 尽你自己份内的工作 不要预约你的分寸 这样就行了 臭卦讲的就是说 更其匪 不整其水 其心不快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就是说 肥啊 就是小腿肚 也就是说 小腿肚 他不能够自由行动 他是随着大腿动而动啊 也就是说 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 你没有自主的权利 你别人 对方说怎么做 你只有跟随他 就算你不愿意 你还要跟着他 当然会让你心里不愉快啊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你没有自主的权利 造成的 你受到他人的制约 勉强跟随上位者 当心你不愉快 这几个四个卦 主卦加三个副卦 这几个因素 造成了这件事情 把它纠结在一起 影响这个事情的成败 哪件事情成败 就是你现在所问的这件事情 孔明先生用这个签丝 来做一个表达 孔明先生这个签丝 怎么写的呢 他说啊 踩马两匆忙 踩马就是你要追求的目标 也就是说 你要追求的目标啊 两匆忙 一下过来一下过去 就是啊 匆忙就是 很快一闪而过 你很难抓到 关禄有定方 关禄就是你要追求的目标 有定方指的就是说 谁有谁没有 关禄啊 他整个来讲 踩马 踩马 财心 或者财博心 或者一马心 其实就是你要追求的 他是跑很快 跑很快就很难抓到啊 那到底谁能够抓到呢 谁能够得到呢 得到这个目标呢 关禄 他用关禄 其实你不一定是要追求的是 升官发财啊 也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嘛 占卜的时候 每个人问的主题都不一样嘛 你只要带换过去就可以了 有定方指的就是说 谁有谁没有 早已经确定了 有的人有 有的人有 有的人没有 那谁有谁没有呢 他说 朱扬牛犬 自去主张 这句话 当时我写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一直三思 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朱扬牛犬 一定讲的是生肖 也就是说 我们任何一个人啊 所有人 中国人 都可以分成12种 用12生肖一分 按你的出生年月日 就用12生肖啊 就可以分为12个 那12个里面 还有8个呢 8个这 除了这朱扬牛犬之外 其他8个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你只要扑到这个挂 你只要不是朱扬牛犬的 这些人 生肖啊 是都不会成功的 那这个朱扬牛犬 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也不一定 如果他说会成功 如果是朱扬牛犬会成功的话 他就说 你可以 你会成功 如果不会成功的话 他会叫你不要去做 那他叫你自去主张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一半会成功 有一半不会成功 到底要不要做呢 我也不帮你做主 你自己去做主 除了这个朱扬牛犬 这四个 四种人之外 其他的话 我劝你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 一定会失败 但是这四个人里面呢 机会一半一半 我也不帮你做主 你自己做主 那你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其实这种情形也会有 如果他这个 光是葡萄这个挂 他以前的有千百个案例 里面 除了牛犬之外的 都不会成功 他当然就把它排除了 除了牛犬里面呢 你说他失败也不行 也不对 说他成功也不对 因为他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各占一半的比例 那你到底要他怎么写呢 那他只好是说 自去主张 所以说 葡萄这个挂了 不管你问什么任何一个问题 你要追求的目标啊 除了这四个生肖之外的 都不会成功 这四个生肖之内的 是这个是个生肖的 占卜者的话 成功机会只有一半 到底要不要做 你自己考虑一下 你不要听信别人 跟你讲说 会成功 会成功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就来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成功机会不大的 因为人家夸大其词 不一定是对的 你说到底能不能呢 你去先去 预判一下嘛 去看看嘛 这就像史无分弱 你占卜一下 也可以啊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各位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 谢谢老师 不客气 那 那科学是五十千 他的挂是 五十千 五十千的话 他是中中签 因为他 机会有一半嘛 但是呢 另外一半呢 另外八个人是不行的 捕到这个的话 你捕到这个签 至少有一半机会 所以说中中 那四十九千呢 也是中中 中中的话 也就是说 你碰到 因为占卜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其实你已经得到了 或者是说 有人可以告诉你 让你能够 能够一语点破你的迷思 其实这个 你这个迷思最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的个性是犹豫不决嘛 不能够 他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自信 欲试猜疑 进退不定 犹豫不决 自卑感重 其实你就果断的去做就对了 就没问题了 对的你就就就去做 不对的你就不要去做 讲的是这个意思 其实没问题 就是你在那边心里 心里在自信心不足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中中签 我们也是中中签 因为要你去做才行 49千呢 他中中签是什么 因为他最大的缺点 就在于心中啊 犹豫不定 他遇事猜疑 没办法下定决心 所以说这个你碰到这个碰到这种抽到这个签呢 我就给你告诉你问题的真结所在 让你一语点破你的问题 雷门一阵 其实詹谱谱到这个签试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的时候 只要他下定决心的话 能够行为举止 能够果断的能够做一个抉择的话 你看我这个上面有讲吧 要能够效法军人的坚强之士 争顾坚强之士 化柔弱为刚顺 一句为果敢 才能够有所作为 如果你这样能够这样做 事情才能够转为有利 那他听了你刚才这样告诉他 詹谱谱到这个 你听了你这样告诉他 他就是犹如当头棒喝 一语点破 他心中的迷思 那这个事情就能够转好 万一他是真的还听不懂 弄个半天还是担心害怕要命 还是不行 所以说这个完全看他能不能接受 他能够接受就可以 所以说这个签试 我们把它定为中中签 这个前面是很不好 但是至于他能不能接受 还不一定 他能够 因为当头棒喝是指的是 顿悟 也就是他一听就晓得 如果听个半天还不晓得 还是担心害怕的话 他也是对他没有用 我这样讲你了解 所以说中中签 OK我了解 所以老师 是不是这个对维泽 这卦基本上是跟你讲合约相处 但是这状况很多不太一样 对对对 就是要去判断 我觉得蛮细的 这个卦主要的告诉你的大意 就是合约的相处 刚中而柔外 就是像孔子讲的 刚中而柔外 但是刚中而柔外的话 还是有些人 因为他有些人还是不能够刚中 有些人能知道能柔外 但是心里不一定能够有诚心 这人世上还是有很多种状况 是这样子的 包含你说我能做得到 但是别人做不到 但是你又分不出来 所以说你捕到这个卦的时候 又有不同的状况 这种就有六种不同的状况 你捕到它就代表的是 你周遭的人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诚心的跟你 好像讲的甜言蜜语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引诱你实归上当的 你不知道 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就能了解 包含好 觉得蛮好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可能就是合约对别人 别人也可能合约对 但中间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够诚心 对对对 你自己本身知道自己 但是你不知道别人 柔外你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他这些都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看不出来 好了解 谢谢 整体来说 对为者指的就是说 你要 你要加强你的人际关系 你要让你的事情能够顺利成功 你就要内心沉浸 外表有谦逊柔和的方式 大家都很高兴的方式 这种事情一定能够顺利成功 是这样子的意思 各位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其实上我们这个课 其实等于上人生课 人生的课程 人生个人 百态的课程 对对 就讲到公文 对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 任何人 老师再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老师常有时候在谈到 比如说烽火家人这个 这个谣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以家庭有关 对不对 他这个挂 烽火家人这个挂 他是以家庭的关系 要怎么样能够兴旺 要家庭的教育啊 或者是家庭人 怎么样相互之间的应对啊 才是最好的 他葡萄这个挂的 烽火家人这个挂的时候 他其实要告诉你 整个意思是这样 但是呢 他也不一定讲的就是 如果你葡萄这个挂 这个前词 由这个烽火家人 这个挂出来的话 他不一定讲的是 你家庭里面的事情 他讲的就是说 你这件事情 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应对 才是最佳的方法 他要告诉你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挂都是这样 每一个挂都是这样 他不一定讲的就是说 碰到烽火家人就是这样 碰到雷尔闺妹就是 嫁人娶人呢 做小老婆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取他的精髓 他告诉你这个意思 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你就有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他告诉你说是 你不要预约的分寸 你做好你自己的范围就好了 烽火家人 他溜而咬讲的是说 你管好厨房的工作就好了 你不要去管别的 这是你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 你不要侵犯人家的权责 其实他要告诉你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家里的怎么样 就是说你这件事情 你就不应该侵犯他人的权责 你做好你本分子的事情就行 他告诉你是这个道理 不是说你家庭 马上怎么 我问的这个事情 跟家庭没有关 怎么跟家庭有关了 不是 我们要有这种观念 每个人签都是这样子 包含主卦也是这个样子 主卦他也是告诉你的方法 道理 但是呢 他讨论这个卦的时候 他是用这种家庭来告诉你 就像山水盟 他是启蒙 用启蒙的方式来告诉你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 不一定你问的问题 是跟老师学生有关的 只是你要抓他的 告诉你的道理 运用在你现在问的问题上面去 都是这样子 好谢谢 你现在又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易经占卜 他到底告诉你什么 我们从易经上面能够得到什么 得到他的道理 而且他的每一个罐他就出走遥一直到往后 比如说风火家人 他在49000到5051 每个地方他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就是抓出他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抓他的精神用在你现在的问题上面去 啊 好收获很大 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 还有谁啊 对老师你可以再解释一下49000哦 不见天心哦 嗯 他上要讲什么 不见天心啊 字面上天心指的是天地之心 天地之心指的就是自然规律 这个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为的意志而做改变的 不是说我想要太阳 不是说我想要太阳从西边出来 他就会从西边出来 你根本就不能左右他了 其实他讲的就是规律 自然就叫做自然规律 但人事上面就是讲的正道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他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方法 这个正确的方法方式呢 不管你问了什么任何一个问题啊 就像是对挂他有对道啊 呃他的方法啊 那他不见天心呢 既然讲心呢 只是讲心理上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一般人正常人的话 都是什么事情该什么做 他一定有他的正确的方式嘛 这个正确方式大家都认同的就是正道 但是这个人呢 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式 他不见天心 他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你说什么什么事情的正确方法 你占卜的时候 你问的这个问题 你根本不清楚 我应该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也就是自己在那边昏昧不明 毫无主见啊 根本搞不清楚 应该要怎么怎么做才对 必须要有人给你一个当头棒喝 告诉你 其实这件事情啊 告诉你啊 其实其实这件事情 就应该要这样做 让你了解正确的方法 让你见到天心 天心就是正确方法 在人世上面的一个正道 其实是这个意思啊 OK 所以天心就是正道 在自然界就是自然规律 如果有人讲天地之心 其实就是天地之间的 宇宙之间的自然规律 这个自然规律是不会受人为的意思 而做改变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自然规律 但是在人世上面 也有人世上的一个规律啊 这个人世规律 跟自然规律是相应和的 自然界有什么规律 人世上就有什么规律 只不过人世上面 我们大家都认同的 正道叫做自然 就是人世上的规律 合乎正道 那这个正道呢 又会因为社会的变迁 而做调整改变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代 大家遇到这件事情 大家都公认为 应该这样做 才是对的 这就是正道 所以说这个正道 从古到现在 不能说实 因为它是一直在变 就像我上次讲的 古时候穿迷你裙 就是违反正道 这个时候 哪有违反正道 合乎正道 大家都一样 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 任何一件事情 它都有当时代的一个正道 好 那么什么 那个雷门一阵 体贱身轻 雷门 雷门一阵 你因为天上一 忽然一个响雷 你会不会受到一个惊吓 雷门一阵 其实就是 就可以把引申为 就是当头棒喝 因为前面讲的就是说 你根本搞不清楚 该怎么做 明明糊糊的 没办法想出正确的方式 其实 你是根本就不清楚 那我只要点醒你 让你顿悟 顿悟以后 你就知道 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方式 雷门一阵有当头棒喝 有异于点破的这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你问的这个问题 你有问时间性的话 你说 如果你问完这个问题 你说 那什么时候是最恰当的时机呢 你就一看 这个雷门 雷又代表着春天的意思 那我就告诉你时间了 是春天最恰当了 你不问 我不一定要告诉你 因为你没有问这个时间 我就不讲 不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拿出来 一定要把它讲是春天 但是它有一个像 春天的像在这边 当你主要问题问完以后 你问 什么时间最恰当 或者是什么时间会成功 那我一看这个上面 有这个雷门这个像 在这个地方 我就告诉你春天了 春天这个时机 因为雷 它代表的方 时间的话 就是春天了 有春天这个意思存在 搭褂都有代表时间性的 都有季节性的 OK 谢谢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 那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借一个216千 好 问什么 我那个朋友说 他老婆要跟他离婚 只要他抽我的钱 他是想离还不想离 他不想 他不想离 他不想 他不想 他老婆在吵 老婆吵得要离婚 他不想离 他问他们之间这个婚姻关系 能不能维持下去 也认为后续 后续走下去会不会变好 会不会 因为他不想离 他的目标是不想离 他这个情 216这个完全是显示出他现在的情景 门内起干戈就是你这个家庭里面起的真词 而且呢 干戈就是互相之间对立 亲与两不合 本来是两个之间都是有如亲人一般夫妻 现在有如仇人一般 不合 朱一临日月 朱一啊 朱一 谁会穿红色衣服 谁会穿红色衣服 一个是女性会穿红色衣服 所以说朱一又有代表女性 朱一又有代表贵人 因为穿红色衣服 当然身份地位一定要高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高 纸一是更高啊 紫色衣服 那红一呢 代表身份地位稍微高一点 在这里面 临日与月 指的就是说 一日一夜 代表到时间蛮长 也就是说 这个人啊 有一个贵人啊 这个贵人指的就是说 所谓贵人就是说 对你这个事情 能够有所帮助的人叫做贵人 也就是说 要让你夫妻能够复合 和好的话 从归于一好的话 一定要靠别人来帮忙 而这个人呢 可能是一个女性 可能身份地位稍微高一点的人 只要有一个符合就可以 不一定 不一定说是一定要身份地位高 又是女性 不一定啊 临日业代表就是亲临 来劝解 日业指的是一日一夜 代表的长期的 不断的一直在那边归劝 始觉笑呵呵 最终是能够达到 不离婚的这个效果 指的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会吵架呢 夫妻一定会吵架呢 他主卦里面讲 有福微如 这个 这个先生 一定是怕太太 平常对太太啊 对 这个 因为我这个的 这个画面 一直会跳出一个 什么那个喇叭 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跳出来的时候 你们还听不听得到 因为我一直要把他关掉 当我停的时候 我就是在关他了 那个 从这个足卦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那太太真的要离婚呢 你太软弱了 你告诉他 你要有一点威严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要说事事都天塌的 事事都天塌的 去压到你头上来 自己本身要有一点威严 威严也不是说 叫你从头到尾 凶到底啊 就是说 你该有威严呢 我在我这个上面 自家之道 因为他这个卦是 风火家人嘛 他说自家之道 因为这个是上九窑 是一个洋窑 代表这个一家之主啊 一家之主啊 你想要让这个家庭 能够好的话 要诚信为本 你讲话要算话 要威严厉解 你要以你的威严 你不要从头到尾 都是软啪啪的 也不行 先凡身修解 也就是说 你说过的话 一定要说到做到 如果你说到做不到 别人就看不起你啊 要以身作则 当然你光讲别人不行 你要自己也要做到才行 要验之有物 你讲出来话 你不要说讲了个半天 也不知道 不着边际 你到底要讲什么 也不知道啊 要想清楚 你要讲什么 行之有横 当然要有横行 不能够说 说了一下 然后又做不下去 我现在讲你听得到吗 莉莎 听不到 听不到 我就把它关掉 好 现在听得到了吧 所以说 你身教要重于言教 就这些都它本身要具有 也就是说 你想要让这个婚姻转好的话 你先把这些做好 做好的话 自然能够好 可能他要离的话 他可能就是讲你这些毛病 他才会要离 你这些如果做不好的话 他就会有这种离异之心 本身做好都不会有问题 然后呢 要能够获得家人的幸福之后 才能够受到敬畏 也就是说 你要你这个威严的树立 就必须要先把那些做好 你才能够树立威严 你那些都做不好 你威严都没法建立起来 也许在 如果你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如果刚开始啊 未必能够成功达到你的目标 但是最终一定能达成的目标 最终一定是能够获解 所以说他这个初遥 这个主卦 其实他告诉你 这个婚姻关系会有这种情形产生呢 两亲丑两不合 这种情形产生 就是这些没做好 所以说孔子的微如之极是 反身之位 就是要自我检讨啊 还有呢 中卦 中卦讲的就是说 疑心病过重 如果说是 对方要吵得要理的话 那对方就是疑心病过重 有些不是事实的 但是 是他疑心太重 才才会造成的 其实呢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摇尺里面 中卦的摇尺里面 最主要告诉你就是 疑心病过重 其实没有这个情形 他以为有到最后他才觉得 没有这个情形 没有这个情形才会变好 要既然如此的话 就要开导他 让他心中的疑虑解除 他那疑虑 没有这个事实的 你就把它解释清楚 这个护卦呢 护卦实在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啊 可以慢慢变好 但是呢 你太过于去 去注意这个事情 你没办法扭转过他 也不是说 你就可以扭转他 你本身你是没办法扭转 你说 那既然会变好 我就不管他 你不管他也不行 你还是要管一下 因为他最后 还是会变好 目前你本身的能力 是难以扭转 但是他会去 往后去变好 所以说从这个216这个签来看啊 就是说他们两个不会理的 最终还是会会和好的 这个策划 公共社准备高拥之上 指的就是说 你的目标 要追求到手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你随时要防备 做一个必要的准备 这样子才能够达成 也就是说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不是那么一朝一夕 就可以把它解除的 你随时都要注意 慢慢的 那这样子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大家和好入出 消除大家心中的疑虑 整个来讲 所以说这个签丝 签丝讲的是这个意思 易经挂摇词里面讲的是 问题的影响他成败的 癥结所在地 因素在哪里 我们只要朝向他正面去做 这个事情就会往正面发展 因为这个签丝是 中间前面中间前面不好 但是中间还是有转折 最终还是好 所以说 中途一定会出现 有人来斡旋调解的 而且能够调解成功 好